我們今天這一道就是 香蒜海帶芽 可以幫助我們排毒 排輻射嗎 對 就是說這個所謂大蒜 剛才教授有一點 對肝臟解毒有幫助 另外一個 香菜我覺得大家會多少吃 因為大蒜在日本也有研究 我們吃了之後 尿尿裡面重金屬排出來 會比較多一點 所以這也是一個可以增加 那海帶剛才知道有問題 那我們可以吃一點海帶芽 我們可以用乾的 你看這乾的很像茶葉有沒有 對… 直接泡到水裡面這樣泡一下 你看你把它撈出來就像這樣子 你看這個泡了一下就好了五分鐘 很快 這個超快的 有沒有 這樣就好了 這個等一下我們就可以來做一點 像泡茶一樣 先把它用熱水先泡一下 這個量就是大概 我們看你要吃多少準備多少 老師 我們要多一點 要多一點 而且這個料理很簡單 我很毒 我剛回來 好 那我們就準備一點 這個新鮮的香菜 對 那我們就把它稍微切碎 就是我們大概大塊切 這是老師家裡自己種的 大概一小碗 一小碗的量 稍微拌一下 另外一個我會準備一點這個 一樣大蒜 這道菜我覺得應該很好吃 對 我們用一點大蒜 這個有大概兩顆的量 對 如果你喜歡多一點就稍微多一點 教授喜歡大蒜可以多一點 好 再來我們可以用一點 沒有大蒜喔 大蒜只吃它的那個根對不對 對 那個球筋 我吃這個是青蒜 上面也要吃 對 那個根的部分吃這個前面也要吃 蒜也生吃喔 對 蒜也可以生吃 這道菜根本會教授做的嘛 對… 好 那我們就把它拌一下 而且味道比較嗆 味道比較嗆 對 我們稍微把它拌一下之後 我們準備簡單的材料 就是用一點這個醬油膏 醬油膏 因為醬油膏比較不會那麼鹹 是 比較不會死鹹 那我今天用這個是有紅麴的 所以帶紅色 因為紅麴也是對我們這個心血管 滿好的嘛 對… 好 再來我們用大概一大匙的這個香油 芝麻油 把它淋上去 可以吃這樣這麼多 對 很香 芝麻油也可以增加我們這個 脂溶性的這個 脂化素的吸收 另外一個 家裡看有什麼堅果 像我今天準備這個是 比較有味道的花生 對 好香的花生 對 這樣花生把它倒進去 這道菜 我把它拌一下 你看教授已經準備了 準備好了… 花生有豪出就是味道之外嗎 對 它這樣口感會比較好吃 OK 好 其實這樣 我們要吃之前這樣拌一下很快 對 這樣就可以了 好香喔 對 這樣香 所以這樣就可以了 好 所以排毒的這個 香蒜海帶牙成功 趕快來吃一下 因為我已經聞到那個香氣非常香 對 而且做法很簡單 大家看了應該都會 對 而且王老師弄的這個蒜羹 其實平常我不敢生吃 可是我剛剛就是跟那個 我沒有生吃過 然後我每次包那個烤鴨 我都把它抽掉 然後可是我剛剛這樣吃王老師的 這樣子配著海帶牙吃 好好吃喔 而且一點都不會就是太過刺激 很傷口 夏哥里吃完兩碗了嗎 對 而且你覺得它很開胃耶 就是會吃完以後就會覺得說 現在又餓了 所以講到這個食安問題 我們今天又討論了一集 其實我們之前已經討論過很多次了 那我們不斷地在跟所有的觀眾朋友 去分享如何保護自己 保護我們的家人如何把關 可是我真的覺得 如果政府願意多做一點事 我們何苦這麼辛苦 對 對不對 只要政府幫我們守住人當第一道 後面不就沒事了 是 所以希望我們的政府可以加油 但政府還沒有動作之前 我們只好自己加油了 是 好 祝福大家 謝謝所有的來賓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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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幾年流行用信封貸來管理你的資金 叫做信封貸存錢法 最近有一個進階版 如果用多個信封貸比用一個信封貸 可以增加百分之六十四的存款 另外還有一個竅門 這是哈勒大學利用心理學的研究 它所研究出來的一個事情 就是說如果你在信封貸上面 比如說小孩子的教育基金這個信封貸 貼上你小孩子的照片的話 那麼可以在每年增加百分之九 到百分之二十的存款 一般人看到小孩子的照片 心裡面就碎了 就想說我希望能夠存得越多更快 讓我的小孩子不要免受這種交易 還是說其他他的費用減少的一個痛苦 所以就會把身上所有的零錢能夠掏的 盡量地掏進去 這樣的話你的存錢的速度 就比別人更快了 大家可以試試看 用這兩個方法 一定可以讓你找入地達到你的存錢目標